服药玻璃突然遭到美国执法部门的检查 美国人要干什么 矛头只指中国企业 他们要向印度学习吗 环球网报道说 近日我国服药公司在美国的工厂 遭到了美国执法部门大批人员的突然检查 导致服药玻璃的生产线都停工了一段时间 当然服药玻璃很迅速的发出了一纸通告说 大家不要招惶 美国执法部门这次过来检查 矛头并不是对着服药玻璃的 而是要查某个第三方中介公司 美国执法部门要查的是洗钱罪 非法雇用罪等等这些罪名 这些罪服药玻璃都是没有的 而且执法部门离开之后 服药玻璃已经开始恢复正常生产了 好吧 我们也算是长输一口气 毕竟在美国设厂的中国企业并不多 而向服药玻璃取得过巨大的成功 但是美国今天愈演愈烈的政治环境和对中国的仇视 真的让我们替中国企业捏把汗 说实话 特朗普时代 他就说美国有几十年的产业空心化 所以他对外要加关税 对内要给补贴 降税收 以吸引企业回流到美国 对于服药玻璃来讲 他要到美国设厂 肯定也是经过长时间的思考的 虽然美国今天的劳动率成本巨高 但是毕竟美国汽车需要使用大量的玻璃 而对服药来讲 你把工厂设在美国 这也是一个两全其美的策略 但是我们真是担心 美国随着两党的越来越分裂 美国随着对我国的越来越仇视 未来他们会不会做出其他的举动呢 比如说印度 前些年我国有多个手机厂商 大举挺进印度 我们就是考虑到印度人工便宜 更为关键的是 印度和我们一样有着14亿人口 而且印度的收入 大概只有我们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所以印度老百姓是更需要相对廉价的手机的 在这个状态之下 如果我们能够在印度设厂 这也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 中国企业赚到钱 印度老百姓享受到实惠 而且确实 中国手机一下子就拿下了印度半壁江山 结果我们看到了什么 印度官方对我国手机企业不断的打压 他们会扣押我们的高管 他们会冻结我们的账户 他们甚至不断的查税查汇款 就一定要把你搞死才行 导致中国手机企业今天在印度是举步维艰的 甚至有的企业有遇到了技术上解决不了的难题 想派几个中国的工程师到印度去解决问题 这是帮助印度增加税收 这是帮助印度老百姓尽快买到合适手机 结果印度连签证都不给你发 2019年印度一年给中国人发了20万张签证 2023年连2000张都没有 有很多技术工程师等了十几个月都拿不到签证 印度怕我们就怕到这个状态了吗 我们早就说过 这样发展下去 难道对印度的招商引资有好处吗 难道对印度的经济发展有帮助吗 而今天美国执法部门也对我国的服药玻璃动手了 我们非常希望这就是一个误会 这真的像服药通告中说的那样 并不是对着服药玻璃去的 毕竟中国企业到美国设厂 这不是美国人盼望的吗 你再打压的话 那我们就真得撤走了